阿伯蘭與羅德分離 創世紀十三章八至十八節 阿伯蘭就對羅德說 你我不可相爭 你的木人和我的木人也不可相爭 因為我們是骨肉 遍地不到在你眼前嗎 請你離開我 你向左我就向右 你向右我就向左 羅德舉目看見約旦河的全平原 直到所以都是滋潤的 那地在耶穫華未滅所多馬 阿伯拉爾仙 與同耶穫華的原子也像埃及地 於是羅德選擇約旦河的全平原 往東遷移 他們就彼此分離了 阿伯蘭住在加南地 羅德住在平原的成一 附近簿 佔科羅尔 到 painting 索多馬 索多馬人在耶穫華面前 最大惡極 羅德里別阿伯蘭以後 耶和華對阿伯蘭說 從你所在的地方 你舉目向東西南北觀看 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 我都要似給你和你的後裔直到永遠 我也要使你的後裔 如同地上的塵沙拿揚多 人若能數算地上的塵沙 才能數算你的後裔 你起來縱橫走遍這地 因為我必把這地似給你 阿伯蘭搬了帳篷 來到希伯倫萬里的帳樹那裡居住 在那裡為耶和華捉了一座坦 見聞到這邊 這邊就是個小師的地方 然後在那裡 礦風格 這邊其實是一位 廣傳的都是 風格 中風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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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